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今天跟各位带来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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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违的战斗山对战 那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时间打这个现场对战了那有收到投稿的话我就又先做好吧那今天看的比赛呢是这个震弹 然后对上蜥蜴人一个对局那这样比赛呢就是很久才做了吗对就反正战锤山的战役的部分 近期可能开启的机会比较低不过如果对战还有人愿意投稿的话呢我都还是可以抽空做的所以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你觉得你你还有在打天梯然后你觉得你打的还不错 你就可以丢上来哦那当然你你要丢一些检讨局我也觉得可以但是最好内容还是有来有往啊 不要说哦我今天a过去然后对手就输了或是你什么都没挡然后对手a过来然后一下就输了从头到尾没占到点 那怎么不行哦你还是如果你真的想要 就是我来帮你讲讲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或是带比赛带精彩的对局给各位看 都欢迎我到这个discord直接私我投稿然后附上阵营的 那个对什么阵营打什么阵营然后跟简单的简介然后就会找时间安排 对你喜欢对战的朋友记得看到这边点赞支持一下好吧 那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两边的对那个冰表阵容吧 OK那震弹的话呢前排带是两个天空龙卫队这个东西就是最高级的一个 反大破甲的前线步兵然后他的精锐版本就会带一个 魔法伤害而且这两个都迟钝所以对于震弹来讲这个前线是非常的抗打的 第二线可以看到带了三队的炊玉弩 炊玉弩勇士 那弩的话呢就 伤害不错啦就OK但他不是带破甲弩的你要注意一下他这个 呃炊玉弩勇士他是没有破甲的 他就是一般伤害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破甲就是破甲伤害偏低哦 那左右边的话就是炊玉勇士保护他的车而已那震弹有他的阴阳调和吗 不要忘记了阴阳调和这个还不错哦说真的 现在阴阳调和其实对震弹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远程近距就放在一起让他去做一个阴阳调和的效果让他去 例如远程嘛 近战的话就会加他领导力近战防御跟近战攻击 对近战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含他远程的部分也可以增加他速度装填跟领导力 那你还可以再利用 呃 特性然后让他去加到更多的这个阴阳调和的强度 包含领祖的部分他有那个我记得领祖应该都有那个调和上升的 的能力吧 我忘记忘记哪一个 有点久没有玩震弹 然后这个啦调和增幅率增加 就是有这个技能的话 你有 呀你旁边的 阴阳调和能力就会上升 那这里震弹也可以看到他是带鹤枪手两对哦 那鹤枪手他现在是藏在森林里面啊 这个意识还不错 我这对这对好像没有藏到 要出现眼睛才有 呃喝枪手就 如果你有玩老鼠的话就是 次元火枪队的意思啊 好吧 就很远 破甲破盾 那就可以针对对方如果就算有盾牌也是很好打穿 伤害是蛮惊人的 再来就是巨型加农炮 那就是 加农炮 好破甲 然后炮兵 现在征服战的炮兵其实 都蛮好用的因为 出生点位其实都会在这种后方 但对手要来抓其实要蛮远 放在这种位置 其实现在炮兵用起来都比以前度战还要爽 呃 都有灵主还没看你知道 灵主这边用的是这个 龙血树公关灵主 阳气法术的版本 这边带的是什么技能 我们看一下天地之威 加着武器伤害啊 霍甲这些 就算buff系的法术 还有这个伤害抗性的法术 有这带这两个 等下来看一下怎么运用 那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蜥蜴人 因为震弹就差不多了 蜥蜴人这次兵表比较特殊啊 他前面打了一个非常精锐的一个 巨兽兵表吧 克罗克加 然后再加上吸引百战老兵 然后那身上技能就 有点懒得介绍 反正就一堆爆炸技能 然后增强技能 这个就是 蜥蜴人的一个巨兽部队然后最后这边还有一只灵溪祭司 而且是天空系版本的天空系法术也是带的蛮多卡沙朵拉彗星闪电剑连环闪电这些都有带 那我是觉得我应该不会带到这么多了 有法术这个东西还是跟各位说就 不要带到 我觉得 这一二三四 你带到四个天空系法术就已经觉得有点超标的 就两两个 了不起最多三个我给你带三个 四个真的是不要闹了好不好 那 蜥蜴人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 而且还带一个变色龙灵溪 不过巨兽开局的话 就是比较精锐单位单体巨兽开局 其实站点能力都算是蛮好的 那你就要看你怎么去处理他 如果处理不好其实会蛮危险的 OK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博弈是怎么样做选择 这边震担直接叫出两对翠玉勇士 那我们看一下蜥蜴人等一下会叫出什么增援 对一号点的话呢 蜥蜴人是选择先冲一号 因为一号其实是属于震担方的啦 我觉得震担方这边是要 顾好一号点 所以 蜥蜴人这个打法明显就是想要来这边利用他的 高档冰表去抢一号点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也算是这个冰表 的玩法 就你打精锐的话你就是强攻对方一点 那震担这边的话感觉是选择要去 那既然占我的点我就去三号点赞 但这里 两个鹤枪手加两个崔玉勇士 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也有点危险 那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对决 一号点这里 他不过在等几秒钟就要解放了 不过巨型加农炮在这里 打巨兽还是蛮爽的 你看 命中目标这么大 这炮弹 掉在地上 哈哈 哇 OK那一号点这边蜥蜴人开始做强攻 而且 克罗克加跟百战老兵这边直接直接冲了进来 这边丢下了一个法术 看一下 这个是 闪电剑这边什么东东的 好我有忘记名称了 总是这边 电 哇 这有点爽 我这 我这运气不错 电过来之后震弹的部队 受了蛮大的重伤 你看这里 吹勇士还有这个磁盾版本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呃天空 那个 灵溪祭司的坐骑用出的技能 这个 燃烧星烈 你看到那个轨道炮了吗 轨道炮这样烧过来 震弹这边的部队真的是 重伤了 但你可以看到震弹这里前线的天空龙卫队 毕竟是一个高档前线 所以这里抗线能力还是不错的 不过西医人这边充现第一波这里一号点是直接拉下来看起来是蛮成功的一个对 就是成功一个 策略 那再加上还有 蛮多大型法术的 卡莎朵拉彗星在炸下来 天空龙卫队也是受到了非常大杀伤 一号点这里看起来西医人这个金瑞兵表充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有这个灵溪祭司的鬼道炮 这个 三角龙 王姬的坐骑叫什么名字 总之 他这个燃烧星猎其实 用的队还满屌的 这真的很痛他是100%破甲 少一排过去如果对方密集的话打起来会非常的痛 不过 金瑞兵表就这个缺点了你看这个撤退之后直接 边界直接出去了 这样西医人的战力会瞬间少满多的 其实刚刚克罗克加那个血量都还可以再打 但他因为太边界的关系就跑出去外面 觉得觉得有点有点运运运气不太好了 太靠近的话真的会直接跑出去 所以记得就不要这么贴边边去打 因为贴边边打的话你只要一撤退就会跑出去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现在西医人 一开始凶了一波之后 这两对天空龙卫队也没打退 现在比较麻烦呢 对方震弹这边后续补出来的单位其实还满多的 这金瑞兵表 的风险其实就在这里啦 你后续其实要准备比较便宜的 但西医人没什么便宜的冰表 哇 这里 把数丢下去 看一下 铁波克魔咒失误几率加50% 这里这里西医人打的是一个 魔幻兵表 各种魔法齐放 然后中间这里西医人是直接掉了一个变色龙凌溪来抢二号点真的是 震弹好像现在无瑕管他不还是要拉一个部队过去 这边 那三号点这里比较尴尬 完全没有去管他震弹拉了非常多的单位 这时候三号点就可以往二号点移动了 我觉得 三号点看起来蛮稳的 因为西医人完全没有时间去顾他 所以西医人后方这边还招出了能西匙帽起手 这边要抓的是 对方的龙血树攻关领主 那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可以直接抓退 然后变色龙凌溪的话呢 开始去点对手的 anywhere 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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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就是反正 随便都可以点anybody 反正变色龙凌溪就是一个打带跑的单位 而且他可以上这种毒效果 让对方的 复杂能力下降蛮多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凌溪祭司 这个三角龙的版本 就也没有说真的很好打 你在征服战里面现在要打这种巨兽 除非你有非常针对性的攻击力啊 不然就是会打得蛮久的 应该是三号一号点争夺也是争夺很久 这时候 其实我不确定就是 蜥蜴人其实应该要 他的 他有激动兵表还要这样绕过来 这个要跟各位再说一下 你看他这个 加盟炮在这边输出 二枪手在这边输出 你没有道理你的骑兵要在这边跟 去 跟这个一号点打 因为你只要先把你的步兵放着 那守住这条线 那你一号点其实就不会掉了 你暂时可以 自己支撑者那你不能让 对手的 火炮单位这么爽 弓箭手都觉得没什么差 但你要先冲也没有问题 等总之你要先去抓他后排 像这里 好蜥蜴人这里就 没有控制的到很好啊 那三号点 三号点这里的震弹部队就真的要过来 而且 鹤枪手在后方这里 其实这很脆弱 这其实 这其实冷吸迟矛过来 或者是直接拉步兵过来的 这个鹤枪手就快不能输出了 但你看那个蜥蜴人的操作力看起来是不太行的 在那边发呆 发呆是怎么回事 这要丢把数了 哇 增幅增幅站 对比以前陆战来讲确实他消耗操作力还是 有一定程度啦 那但这场投稿的 人有说这是新手局 不过 我觉得 战锤因为现在天梯分数也不是太有鉴别度啊 你只要不要太 菜到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 我基本上都觉得还能做 有来有回的我都觉得还行 这边叫出了五行战争裸盘 这是一个 辅助型的魔法战车 单位 主要可以加法力补充速度 然后还有那个 驾驭元素之崩 还有他的会心跟雷几 而且都可以各用一次 所以还不错 虽然是一个辅助型的一个 单位吧 而且可以加那个 现在变成 震弹的火炮跟 远程单位这里直接是把 蜥蜴人打一个交叉火网 蜥蜴人刚刚没有利用好他的机动部队去 抓掉震弹的远程部队这边遭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看看这边 终于抓到巨型加农炮了 不过他竟然是用变色龙灵溪去抓 而且变色龙灵溪竟然可以摸到巨型加农炮 真的是没想到 截至目前为止 蜥蜴人这里失误算是蛮大的 你看他的这个 蜴蜂骑手就有点在发呆的感 我觉得他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一号点这里 一直想要去解决这里的战场 那远程部队的话呢在对战中都记得就分散了 你可以这边站一队这边站一队这边站一队 对手要抓的话他 机动部队除非超多啦不然他要抓一队你这两个就可以射他 要抓这一队你这两队就可以射 远程单位在征服战的用途就是这样 OK这边五行战争罗盘 还真的当自己是冲震战车 直接冲到这边来做攻击 后面是不是有那个 烟雨火箭炮没错 我记得烟雨火箭炮射出来会被树林挡到会 不要把炮兵放在你的树林里 炮兵不要丢在树林里面射击这个树 会 多少挡到自己的弹药 可以的话往前站一 小挖兵 其实蛮怕这种火炎炮 因为他部队偏贵 而且你又都是步兵为主的话 这烟雨火箭炮炸起来也蛮爽 那你看这里西人是一直在拿变色 西人在当骑兵在用的 真的略可惜 我觉得西人现在分数是比较领先 现在点的是慢慢的要被证弹给扳屏 这里关兴地守卫还是要提一下 关兴地守卫是一个非常抗战 抗打又攻擊力非常超群的一個 競戰步兵對 就是蜥蜴人來講 你看他的攻防能力非常高然後又魔法傷害又反大破甲又帶盾 就很強就很強所以關心是所謂即便剩這一點血量他的士氣也基本上不會崩潰這時候就趕快往前去做一個 做一個攻擊去貼對方的遠程但中間這裡看到蜥蜴人好像沒有沒有董不住的樣子 主要是這兩隊鶴槍手 雖然沒有去沒有去抓他這是非常的 不好的一個習慣 鶴槍手這種單位是非常容易被摧毀掉的 不管怎麼樣你就要嘗試的去干擾他就算 不給他輸出也好 你不要想說啊我 我三號點這裡啊因為我看到兩個翠玉勇士啊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不要先打他我先強面前二號點比較近 不要不要不要有這種不要這種想法 征服戰還是一個調度而且全軍破敵本來就是玩一個調度他調度不是那麼的即時他不像很多 即時戰略遊戲可能像星海像世紀他很快你做決策就會有反應 全軍破敵你必須要有一個全面性的一個 規劃我今天打完之後我等一下調度什麼軍隊過去 然後從那裡騷擾對手可能等一下就會遭受到我這個策略執行之後的 就是反應反饋 就像這荷槍手在這邊其實輸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傷害讓習近在中間進二號點的部隊都基本上都打不了東西 那一號點這裡西人當然是站的還是蠻好的不過最主要是他 西人在一號點這邊貢獻出太多的單位在一號 那現在他要準備去搶二號現在震擔會把他的 那個focus 放在一號點要去搶 那這裡 變成西人一號點等一下就會又要撐不住了 你看遠程單位在這邊一直做輸出 但還是要說 火機 變成單位不要放在這個泡兵就泡兵不要放在樹林裡面的每一發彈藥都很貴 所以終於想到要拿你的騎士來衝了但已經擺不及了這個冷吸池袍騎手血量已經掉到非常低了 所以衝進來可能也 達不到太大的效果 那震擔這一次 帶出的五行戰爭羅盤我個人覺得好像沒有用到什麼他的能力 他也沒跟著部隊走什麼他就感覺自己在落單所以這戰爭羅盤現在出來 可能就是為了丟這兩個法術吧 不然他就 看起來沒有太大效果 這裡看一下 西人衝線 基本上遠程單位被西人衝 沒有幾個能活住的啊 沒有什麼遠程單位在全軍破敵裡面被近戰衝之後可以跟你互打打的 又來又回的 比較偏少啦 你在說什麼阿瓦龍姐妹啊什麼的 當然是例外那貴的要死 像這種比較常規的遠程單位都不太可能 當然鶴槍手也很貴啊 但你跟他貼近戰鶴槍手是直接蒸發 你看一號點這裡震彈是直接利用遠程部隊去把西人的持盾直接趕走 然後再利用翠玉勇士上點 所以他上點之前的遠程單位就會先把這個 西人戰士打到 跑破血流 那這邊的話就看到三號點這裡震彈從頭到尾都站著 然後 這邊是有靈犀還跟鶴槍手對著射完全不行 直接就衝上來了 剛剛用近戰模式現在就更該用近戰模式 總算 西人叫出的 西人部隊終於要往前衝這個鶴槍手 我們看鶴槍手已經 一個一百一十六殺一個九十四殺 你不要忘記你現在對付的是蜥蜴人 我就是蜥蜴蜴人這個 死的每一個兵都很貴 所以終於要準備衝陣了 恭喜你 蜥蜴人 我現在感覺 還有沒有機會反 反敗呢 蜥蜴人現在還是分數比較領先 多虧他一開始的這個精銳兵表在一號點這邊站了蠻久的 二號點這邊又被蜥蜴人搬回來了 我看到震彈這邊叫出了龍馬了 龍馬騎士 未經正義槍騎隊 我跟你講你 在順風的時候 出這個東西 真的會擴大 非常大的 因為飛行單位雖然不能站點 他機動能力非常高 而且通常都是破壞力驚人 不然是巴托的飛馬還是像現在看到高的龍馬騎士 你可以看到這裡抓對方的步兵都會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機動力又夠好 然後跟對方做交換可能很快就可以把對手部隊換死 因為你只要對手部隊交鋒的時候你直接做一個側背衝鋒 飛行單位直接飛下來 這側背衝鋒 敵人單位很快就會瓦解 飛行單位在征服戰裡面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 就算玩戰槌對戰我也都只玩征服戰 因為征服戰 比較能體現每個單位的一個 特色吧 以前陸戰就 飛行單位並不會那麼多人會去使用 就只有特殊陣營會不用 哇 這邊這種靈犀當然不會是高等龍馬騎士的對手 這邊直接壓到西人出兵點了 而且看起來權限已經是被震彈給佔據了 這一號點西人西人這邊也沒有單位可以去阻擋了 差距算是非常的近 我們看看三點站過來之後感覺應該是完全輸掉了 因為分數是不會漲的 你一點都沒有的時候你的分數是不會推進的 所以這裡 吸引人感覺已經要全線敗退 你看這 你看這冷氣池袍騎手現在殺了多少109個 所以他如果早一點派冷氣池袍騎手過來的話呢 我覺得震彈是穩輸的 目前看起來 我們不是也是沒有要馬後炮什麼的 但我再跟各位說你今天如果要打對戰 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這些 我在對戰過程中 都會去講 就各位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像剛剛這個地方 震賀槍手實在過太爽了 他的 騎兵跟 騎兵直接 到 這裡打 把賀槍手抓掉 他中路 先派步兵卡住就好了 根本不用急 而且這邊一旦吃掉之後就可以 站三號點 二號的 一號點你讓震彈花了大量的 單位去打 那你一號點 其實很賺 因為你站了一大半場 然後震彈為了打你一號點 他派了大量的單位過來打 啊 他靠車就會全部花在一號點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轉點打二跟三號 這是西人這邊的策略 那 但震彈這場 我們反過來說 其實震彈就處理的比 這場西人要好 然後火箭炮沒有彈藥就 就RECOLE回去 就是 征服戰你可以把 你不想用的單位就直接RECOLE回去 讓他重新 重新補原 然後你等一下可以再叫一次出來 因為 這個單位你沒有彈藥 你拖到前線也沒有意義了 也不是什麼 很必須要用豔羽火箭炮去當 肉盾的局喔 你就直接打完彈藥 這邊直接RECOLE回去 讓他早點重新部署 而且我記得如果 RECOLE回去 我有忘記 如果你沒有扣血的話 回去是不是RECOLE比較快 我這個有點忘記了 你看這龍馬騎士 這邊真的 交換比很好啊 把那個西人部隊困在這邊了 那當然 這個時間點 看一下整體局面 西人的應該就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西人目前看起來帶的 機動部隊就只有那兩隻 能吸池毛騎手 而且已經不在戰場上了 所以要等他重新補 變成西人現在 精銳單位也沒出來 就只剩這些 西人戰士 那不可能有辦法做出什麼樣貢獻呢 西人戰士就是一個 好耐打的單位 但是你要他去做一個強點 或是強勢進攻的話呢 偏困難的 他沒有那麼強的爆發能力喔 而且震彈這裡的巨型加龍炮已經打了218殺 這場震彈的遠程部隊真的是 發揮到淋漓盡致 好啦 那我們就 直接把這個比賽跑完吧 剩下應該就沒什麼好看的 我們來做最後的一個 總結 好啦看到這邊記得點贊支持一下 這也是久違的 戰錘3的一個線上對戰的一個 影片喔 那反正有看到精彩的我就會慢慢做 那你投稿就丟著吧 丟著我有空就會拿起來做 所以不用太 就反正你就 隨心好不好就放你放著 有空我就會做啊如果沒空也不用太不用太在意 你就玩你的 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場比賽西人我覺得他其實有機會能贏的 我不覺得西人這個兵表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OK他 他堵了一個很大在他的前鋒部隊 但他這個前鋒部隊其實有衝散掉大震彈的前線 那一開始的先鋒部隊其實在一號點這邊的駁火是蠻 有 成效的而且他後續過來的時候一號點 症彈也花了蠻多時間去跟他打 那一號點這邊處理的其實不錯 那他處理不好的地方就是西人在處理二號跟三號點的時候就如同我剛剛在 對戰過程說的他的冷吸騎手用的實在是不是太好啊這兩個單位 你看 震彈這邊 他的 啊賀槍手 賀槍手在這裡 這兩個賀槍手打多少傷害啊 完全沒有人去管他他早點用那個冷吸騎手過來衝一下這裡震彈三號點可能都守不住因為震彈的前線真的偏弱啦 我之前打震彈的時候震彈在天梯的對戰 天空龍衛隊不是很強嗎 這cost很高耶 後續增援根本就叫不出來 後續大概只能叫這種催浴級勇士 你叫這個出來你想強點 我跟你講很困難啦 你看他這 震彈後面這增援部隊很少可以自己獨當裡面的 可是西人不一樣啊 西人他的部隊都是可以獨當裡面的 那就是 處理上自己又 自己就多注意吧 那這樣對戰就 差不多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呃 喜歡 站錘 就多多點贊吧 那 我們說也在開戰役我也不知道 但 至少線上對戰 你們還有得看 好吧 那 想看的話 多點贊多支持 那我們就 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那我們就一樣 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